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大家好,我是布林冰糖葫芦 SP关羽从白板到满红系列第一期龙虎枪刚上过官威 这一期一红关羽阵容又被官方安利推荐了 而且是一次三套阵容哦 投稿的小伙伴可不止这三套,实战测试不下五六套了 SP关羽也已经是炉火纯青,名列青岛第一名 一起来看高发动率,暴击伤害的三十核弹关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支持宝宝哦 阵容来源3009伏天府长安 先来看今天三套河南关的主角 SP关羽的可选战法 关羽可以带刚勇、钟勇、士征、聚水、文武 兵书选、分而即战、速战、百战、加点全武力 第一套推荐的阵容是跟祝容和郭佳的组合 加点祝容全武郭佳全统 骑兵先看打克制的盾兵 选了盾兵里公认最猛的喷火盾 野地对战轻松低损打穿低红喷火盾 第二套推荐的阵容是把祝容换成了周太 加点周太国家全统 这次是野地对战顶配的高红喷火盾 水焰七军6次1.6万伤害 加上聚水近8000的伤害 第三套阵容的副将改成了周太和曹操 阵容图忘记了结 战法兵书简单给小伙伴列一下 加点周太国家全统 还是野地对战同一个喷火盾 SB关羽这次战法伤害29000 总伤害近35000 同样的低损打穿 这三种副将搭配的阵容 多穿的效果都非常好 实战战爆太多 下面挑一些有特点的逆科值分析 先来看这场对战藤甲行医的太卫盾 司马懿典藏动态满红 司马懿兵刃减伤90%顶满 曹操减伤70% 满从将近48% 一红SB关羽伤害总量将近27000 典藏动态满红司马懿总伤害25000 不仅伤害赢了 阵容整体治疗量和太卫盾比也略占优势 满红藤甲的太卫盾难打些 低红军民的就是碾压 残兵1.3万 打穿白板行医军民的太卫盾 阵容的搭配思路 一是堆发动率提高稳定 二是二宝一托回合 创造输出机会 水烟七军如果要爆发伤害 得发动到4次以上 为了追求发动次数 一方面托回合 另一方面就是堆发动率 兵输百战加3% 五胜刀加5% 三十镇加16% 全无一红关羽发动中勇 增加9.99% 总计84% 虽然不到百分之百 也可能不发动 不过堆这么高 那发动次数往四次期望 也不过分吧 堆高水烟的发动率 还会不会怕诸葛呢 肯定会受制的 但是高发动率和高续航的输出环境 和诸葛打也有胜算了 这些是三种副将搭配 分别对战诸葛的 麒麟弓和天水弓的实战效果 后面还有分别对战虎尘弓 突击队 枪兵和三世贾许等战报 总结一下就是 副将用周泰加曹操的爆发力最高 但最好能配上草船解控 保SP关羽稳定 但是草船也会因为周泰的分担的缘故 有一丢丢浪费 副将带周泰和郭家的稳定性稍高一些 有实战实胜的保护 最少也能拖两回合 给SP关羽更多发动战法的空间 副将用祝容和郭家的组合 爆发力差点 但稳定性也会更强一些 还可以用相兵加御敌 对战法的要求更低 再来说说SP关羽的战法推荐 聚水断桥 保生存 补伤害 有中勇的话必带 没有的话选势征先附 也可以刚勇加中勇搭配 在不稳定的盖中盖里找稳定 下面的战报详情 是刚勇加水烟第四次发动的效果 军神是有概率触发 伤害按水弓持续次数结算 比如触发时 目标身上存在持续两回合的水弓 就会一次性结算 挂水弓时 刚勇的65%增伤加上 就是持续两回合 结算也是两个65%增伤的水弓 水烟七军发动到第四次 必出一次高额伤害 刚勇会放大四次发动的收益 看了这么多的三式核弹关阵容组合 一定有一个适合你吧 我们下期见